力望累积前三季在行动装置应用晶片商的IP权利金贡献之下 获利大增85%达到1.9亿元EPS2.6 展望后市反而认为力望今年的营收渴望年增将近三成 明年则是在新客户的贡献之下 IP营收年增率应该有机会上看两成左右